政府今次再放宽的安保楼价上限 相信对上车人士或换楼家庭 都有明显的帮助 会增加他们置业上车的机会 我们看到今次的安保楼价上限 因为提高了的关系 其实一些准卖家在市场上 可以找到他们心仪的楼盘 选择性会大很多 今次来说,我们见到九成按揭 楼价上限由以往800万提高到1000万 而八成按揭都由以往楼价上限1000万 提高到1200万 当中因为按揭计划楼价的适用范围 更加提高到1920万 所以当中对一些换楼家庭 有帮助性很大 以往在再放宽按揭楼价上限之前 有些换楼家庭 例如他想买千多万或以上的单位 其实这个按揭� believing 工费ů只有5成 但现在放宽按揭楼价上限 结果手期负担大大减轻了 如七成按揭 现在流价通过按揭 大约1370万 随六成按揭楼价上限 提高到1600万 我相信今次放宽了安保楼价上限 令到一些换楼家庭 可能以前首期要存好大笔金额 困难度的确是很大 但现在首期负担明显减轻了 会帮助市场上的换楼链也会回复正常 亦在楼市上的楼转率相信可以提高 相信对楼市方面有健康发展 感谢观看